香港就剛剛慶祝了主權回歸20週年 數一數我和太太Shirley結婚 都剛剛過了20年多一點 還記得結婚初期 即是90年代中期都好像很遠 大家都還年輕 想著大把時間 生小朋友的事都沒有特別放在心上 如是者一年 兩年 三年 仍然是二人世界 心裏開始有點緊張 要請教專家看看有什麼方法 直至到結婚四年之後的某一日 好消息就來到 一連串驚喜 大家都可以想像之中 通常是男的驚喜多一點 又說 開始了這個新的project 我叫做新的project 迎接在六月左右應該就是那個魚產期了 你可以想像中那個的期待 那個的興奮 那麼五月初呢 太太就一直上班的 那麼五月初呢 終於可以開始放產假 應該還有差不多四個禮拜 才來到到魚產期 那麼我們就計劃了一個短期的旅程 當時我們還在多倫多 來到去居住 那麼就去到 Niagra Fork 其實開車很近的 一個小時多一點的地方 就有一個 短短的 short trip 來到去relax一下 來準備進入另一個階段 那麼三日兩夜呢 其實很快就過去了 回到多倫多 那應該是星期一的時間 還記得星期二的上午 太太就發現了 有些出血的情況 那麼我們那時候也知道 咦 是的 這件事應該也要去醫院看一看 應該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立刻呢 星期二的上午就去了醫院 來做一些的檢查 但是怎麼知道 檢查一下的時候 原來發覺 當時那個小朋友在肚子裡 那個叫做胎盤的地方 其實出現了一些的問題 英文叫做Pracenta Previa 那我不解釋了 主要說 就應該那個位置 是有一點點 是不對位置的情況 在胎盤 其實情況呢 原來是很危險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出現呢 原來當時醫生就有一個命令 立刻要入院 不可以有其他事情去做了 然後呢 還要不可以四處去走動 英文叫做Bed Rest 一直呢 一直呢 要去到小朋友 來到是去出生 那時候還是五月初而已 那就是說有可能 有四個星期 Shirley都要Bed Rest 這個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預期的一個情況 我還記得當時是星期二 我還記得當時是星期二 Shirley就是這樣 沒有任何我們沒有收拾任何的東西 他就被送入了當時在馬克勤 這個萬錦氏醫院的 婦產科的病房裡面 太太入院 那當然呢 我當然大半天都在當中分波 去預備很多的東西 到最後當然呢 不能夠可以留在醫院來去過夜 所以回到自己的家裡面 還記得回到在Scarborough的appartment裡面 當然一切的擺設沒有變到 我們那天星期二 打算去看一看醫生會回家 沒有任何的變度 不過當我進入家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世界其實都不再一樣 整個世界都變了 雖然其實家裡和醫院 只是十幾分鐘的車程 好像你去Richmond Hospital的雙倍 可能是多一點而已 但是感覺 她說跟太太好像很遠很遠很遠 雖然只是十幾分鐘的車程 但是是前所未有的那麼遙遠 想到太太 想到小朋友在肚子裡的情況 想到很多如果 What if What if What if 的時候 心裡面很傷心 又很擔心 但是除了傷心 還有擔心之外 那個晚上我心裡面更加多了一重 就是很大的內疚 很大的內疚 我當時心裡面只有我一個在家裡 我不斷地問自己 為甚麼這麼大意 為甚麼 那時其實都已經三十幾個星期 已經那個小孩在肚子裡 為甚麼我們還會想去旅行 雖然很近 開車 我們不是坐飛機 但是為甚麼我們會這麼大意 就是那個晚上從擔心 從傷心去到內疚 面對自己已經造成的錯誤 我不斷地來去責備自己 我完全原諒不了自己的大意 完全原諒不了自己的大意 面對自己最親愛的太太 和肚子裡的小朋友的情況 當時我坐在那個公室裡面 但是我只是感覺到一件事 好像甚麼都做不到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Nothing 甚麼都好像做不到 面對這個突然的意外 我心裡面不斷地去問上帝 上帝 兒子 你在哪裏 你在哪裏 等了差不多十個月 小朋友差不多已經出生 終點在望 好像真的進入直路了 為甚麼偏偏這件事 會發生在這個時間呢 那一刻 我不只感覺到跟太太的距離 十分鐘的車程 好像很遠一樣 我感覺到跟上帝的距離 其實好像很遠 很遠 面對已經造成的錯誤 人往往會不斷地去自責 甚至不能夠去原諒到自己 想到不能夠原諒自己 我想起我認識一個的家庭 男的一方一時經不起引誘 在婚姻上面對妻子不忠 最後男的選擇了離開了家庭 離開了太太 離開了兒女 很多年之後 在人看來其實都覺得好像沒甚麼可能的了 但是家人其實接納他 給他有機會重新開始 但偏偏的就是這個男的 覺得自己 他過不了自己的關 他過不了自己的關的時候 他想到我這麼差的人 怎會值得搖書呢 就算心愛的家人肯去搖書我 但是他當時想到他真的搖書不了自己 是的 我相信這個個案不是一個人的故事 可能在你身邊你都曾經見過 可能你的親戚你的朋友 很多人就是因為過不了自己的關 仍然陪回在家庭和好的門外 很多人就是過不了自己的關 仍然陪回在家庭和好的門外 上個星期 上星期Sharian和我們探討過了 其中一個妨礙我們經歷上帝的原因 就是有一種人看自己覺得已經做足了 已經是很好了 那個自滿的心態 今天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一看 另一個難了我們去經歷上帝的 就是在心裡人的罪疚感 罪疚 他會將一個人的心思和意念 好像趕入一個死胡同 這是北方話這樣說的 廣東話怎麼說呢? 挖頭巷 在生命裡那個挖頭巷裡的時候 人不單單止與人之間破裂的關係 無法修補 在這個挖頭巷裡 更悲哀的就是那些罪疚 那些感覺 令人覺得自己再不值得搖書 I don't deserve to be forgiven 我不值得被搖書 或者用廣東話去說 我該死 我該死 講到過不了自己的關 有時不單止是叫夫妻 家人之間的關係 不可以來到去修補 這個心態更加有時令到我們 都沒有辦法來到去經歷上帝 在生命裡的挖頭巷裡 就是這個的罪疚 令到人雖然已經是聽過福音 或者是聽了很多次的福音 但是偏偏就是過不了自己的那關 令到人覺得我所犯的罪 其實太多了 太重了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福音 算了吧 It's too good for me 雖然福音叫做good news It's too good for me 就是生命裡這些罪疚 要有些人始終覺得上帝好像很遙遠 叫很多人覺得自己不值得上帝的遙述 是罪疚令到人沒辦法經歷那位 刺下奇異恩典的上帝 是罪疚令到人沒辦法經歷得到 刺下奇異恩典的上帝 人過不了自己的關 就停在這個搏頭行的裡面 不單止經歷不了人的歡恕 亦都同樣的經歷不了神的恩典 在聖經裡面 路加福音 耶稣講過一個比喻 講到當人落入一個生命的挖頭路裡面 究竟他能不能夠仍然重新開始 他能不能夠可以重新去認識上帝呢 這個比喻出現的時間 其實就是耶稣在三年前道的階段 去到尾聲的了 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裡面 要開始的時候 耶稣先講了另外一個比喻 去勸勉他的門徒 要常常討告 不可灰心 之後他就講了一個兩個男人的比喻 你說究竟裡面講了什麼呢 比喻的背景是發生在第一世紀 不是現在 第一世紀的耶路撒冷的聖殿裡面 聖殿當時不單止是一個建築物 而可以說是猶太人他們宗教的心臟 是宗教氣氛最濃厚的地方 比我們任何一個教會更加的濃厚 在第十八章的第十節 路加福音這麼說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 一個是法利賽人 一個是瑞利 故事開始講到有兩個男人上聖殿去祈禱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當日 特別是猶太人當然是 他們有一個的習慣 如果他們住在聖殿附近的時候 如果他們虔誠的緣故 一天他們會三次去聖殿去祈禱 還有有中數的 上午九點 正五十二點 還有下午的三點鐘 除了時間和地點之外 耶穌的故事裡面有兩個人物 是吧 法利賽人和瑞利 你說如果你從小就翻主學 我相信你都會聽過 特別法利賽人 你都會一聽見這四個字 法利賽人 你一定有一些先入為主的經驗 法利賽人就等於什麼 假務為善 法利賽人是什麼 這個叫做偽君子 不過呢 沒錯 看回頭 當然是他們的情況 但是在當日 第一世紀 一般的猶太人 看到法利賽人 他們看到什麼 他們看到的是一群很虔誠 他們用了他們一輩子 去看聖經 當然是舊約 他們道德是很嚴謹的 在猶太人裡面是可以說是最虔誠的一群 這個是當日第一世紀 那些人一想起法利賽人 就是那一群最虔誠 道德最好 讀聖經最多的是那些 而相對來說 瑞利 瑞利只是另外一個世界 和法利賽人可以說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 因為當時羅馬政府統治猶太人 所以裡面很多的問題出現 其中因為羅馬政府要收稅 他們就去找了很多猶太人本身的同胞 在當中向他的同胞收稅 不過當然如果你說收稅就很簡單 跟我們的CRA差不多 不過原來當時做瑞利是一門匯報 極之高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 因為當時瑞利不僅僅是會收應得的稅 它還會用盡各樣的方法 來吵詐、恐嚇 其實跟我們這一代的財務公司 可能更嚴重 來收更多的稅 那麼這個工作就不是去考牌的 而是去投標的 架高者得 你投得越多的時候 你就越得到這個職位 而得到之後 你就會用盡各樣的方法 來去撈回舊本 這個就是當時瑞利的情況 一方面是代表了貪心 一方面是代表了敲詐 一方面是代表了恐嚇 更加嚴重的 當日大家都會知道 他是向他的同胞 來向羅馬政府 就是大家都不受歡迎的 的一個政府來收稅 所以瑞利當時 可以說是一個被人 可以說是鄙視的一個行業 甚至是當日 大家如果看過聖經裡面 瑞利、妓女、罪人 是混在一起去說的 你說有沒有搞錯 瑞利而已 但是沒錯 當日瑞利、罪人、妓女 是同一個的level 同一個的集團的一群人 所以當日當耶穌說到法利塞人 他說到瑞利一起出現在聖殿 去祈禱的時候 當日那些人一聽這個比喻 一定會覺得只有一個可能性而已 就是法利塞人 就是經歷上帝那個 瑞利根本 他連神都不會看他一眼 不過意想不到的情況 最後出現了 在耶穌這個比喻的最後裡面 耶穌對這兩個人 法利塞人和瑞利 竟然有一個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評價 令人覺得完全猜不到 但我們先看看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什麼情況呢 在第十八章的第十一到十二節裡面 這裡說到了 法利塞人站著 當時的祈禱是站在那裡祈禱的 他祈告給自己聽 他說 神啊我感謝你 那很好啊 一開始就感恩 我不像別人 勒索 不義 奸淫 也不像這個瑞利 當時應該他的眼光裡面 看到另外一個 隔離祈禱的叫瑞利 我一個禮拜 這個法利塞人禁食兩次 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獻了十分之一 都不錯啊 但我不懷疑這個法利塞人的虔誠 我更加相信他所說的沒錯 他沒有勒索 他沒有行不義 他沒有犯奸淫 他還十分注重奉獻 還有要禁食 其實比當時的要求是多了很多倍的 如果套用上個禮拜 Sherrian所說的 這個法利塞人算不錯的了 其實更好 不過大家看不看到 在這個經文的裏面 這個法利塞人 雖然他表面上說到他做了什麼 或者沒有做什麼 但是其中有一句的說話 其實你覺得有沒有搞錯 有些問題 是什麼 就是他說到 我不像別人 我不像別人 在這句話的裡面 其實就好像他覺得 我挺好啊 我不像那個人那樣 什麼都不行 而特別耶穌也說了一個 在最上面那裡 他說法利塞人站著 他是怎樣討告 他說討告給自己聽 討告給自己聽 這叫做praying to himself 在這裡我們其實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一個雖然他外表很虔誠 他也做了很多好事 在道德上面 在這個宗教上面 做了很多好事的一個法利塞人 他按著規矩 他按著規矩去聖殿 去祈禱 他站在這裡 不過他的祈禱 卻不是對準上帝 他是怎樣 討告給自己聽 表面他在這裡討告 但其實他的焦點 但其實他的焦點 完全不是上帝 而是自己 他討告的焦點 不是上帝 而是自己 這個好像做了很多好事的 這個法利塞人 對經歷上帝 好像滿有把握 好像他什麼都好 雖然他身在於聖殿的裡面 但是因為他的自高自大 因為他對人的藐視 這個人的眼中只有上帝 是沒有的 他只有自己沒有上帝 這個就是他的問題 本來他應該是很貼近神的那個 但是他的討告 反而成為一個他表現自己 來自言自語的一個對白 大家有沒有聽過 用祈禱去踩下別人 哇 這種感恩的祈禱的境界 都很特別 你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聽過 用祈禱去踩下別人 好了 看完法利塞人這個案子 我們看看瑞利 這個沒有名沒有姓 我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這個瑞利其實按住 猶太人的傳統 其實聖殿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瑞利是不可以進入到 聖殿最裡面的內院 來去敬拜祈禱 只可以站在遠遠的外面的一個地方 來祈禱 不過這個瑞利 因為他沒有什麼都不做 他祈禱的講的方法 他祈禱的姿勢 其實都跟法利塞人很不同 在聖經裡面剛才說到 他遠遠的站著 連舉目望天都不敢 並且他不斷地去隨空 隨空就像我們廣東話說的 丟心 他是一個很大的絕望 很大的悲傷的裡面 那聖經怎麼去描寫這個人的祈禱呢 他會不會說到這個瑞利 雖然他覺得自己真的很不可以 但是當他看到法利塞人的時候 他會不會對上帝說 上帝我一生 我都不夠他好 這個法利塞人 什麼都可以 他的背景也好 他的教育也好 他什麼都可以成功的 我呢 難以扶不上席 我沒有機會的了 我一定是被人看不起的 這個瑞利有沒有這樣祈禱呢 如果瑞利心裡面 只是想到自己的問題 只是想到自己的困局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永遠 他就會在這個挖頭行的裡面 不過 耶穌說這個比喻的時候 他描寫瑞 怎麼去祈禱 讓我們看看 瑞利當時的祈禱 他一個人 遠遠的 站在那裡 他連舉目望天 都不敢 你有沒有試過有時 你做錯事 可能跟你的老闆 給他所謂照廢的時候 是吧 我想你也經歷過 你不敢看 你只是看見你抬頭 前面那一尺的地方 你都不敢去眼目的 對著你的老闆 這個瑞利都差不多 他遠遠的站著 連舉目望天都不敢 他只是不斷的隨胸 去扔心口那樣 他講一個的祈禱 很短的祈禱 這裡但是很重要 他說到 神啊 可憐我 這個罪人 神啊 可憐我 這個罪人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這個瑞利在上帝的面前 他沒有為自己 找很多的藉口 當人生來到這個 挖頭路的時候 他其實知道 其實他都知道的 There is nothing he can do 他沒有什麼可以去做 對他的過去 他不可以來到 令他一筆勾銷 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俗語我們所講 可以來到他洗底 特別在當時的文化裏面 一天做了瑞利 一生 人們都會覺得你是瑞利 雖然他不是黑社會 但是我覺得那個態度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瑞利是一些被人藐視的人 當時人們認出他 這個做過瑞利的 如果你是老闆 瑞利說想改行 來到你的店舖做事 你會不會聘請他 你會不會相信他 如果你是他的老闆 你會不會給他機會 所以瑞利其實當時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就算他想去悔改 想來到去轉行也好 可能他真的沒有什麼出路 不過 意想不到的情況 竟然就在這個比喻裏面 出現了 如果問在兩個男人的當中 你覺得哪一個近上帝多一些呢 我相信當日一般的人都會覺得 當然是法利賽人 是吧 沒錯 一般人當日在耶穌的身旁 聽這個比喻的 他們都應該會這麼說 法利賽人應該他做的事做足了 應該他近一點上帝的 不過在耶穌比喻結束的時候 耶穌竟然說了一個對當日 一般人沒有預期的一個的結局 這裡怎麼說呢 我們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四節 耶穌說道 我告訴你們 這個人即瑞利回家去的時候 被哪個法利賽人 倒算為意料 因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悲 自己欠卑的必要勝告 英文講道 kedio 已被上帝接納 但不是上帝接納 但不是上帝接納 他們不是上帝接納 我們上帝接納 但不是上帝接納 但不是上帝接納 不是上帝為上帝接納 是上帝裏接納 一個完全上帝 不能留下 瑞利竟然是经历上帝的那个 瑞利竟然是经历上帝的那个 为什么呢 跟其他人不同的 就是瑞利在绝境的当中 他见到的 不单是他自己的无能为力 他同时见到的 就是上帝是他面前唯一的出路 上帝是他面前唯一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绝境里面 他将到他的情况 他就放在上帝的手中 孤主一宅的 他向上帝发声 来到去呼求 神啊 可怜我 这一个的罪人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很明显 在瑞利眼中 这个上帝 其实和在法利赛人眼中 很不同 法利赛人眼中的上帝 是一个公平 公正 公义 上善佛恶的 这些都没错 要令到这个上帝 在圣经里面 耶稣介绍给人的上帝 是不是这个上帝呢 可能只是一线之差 耶稣介绍的上帝 是不是一线之差 是不是这样呢 真正的福音 我们今天都是讲回福音 真正的福音 其实并不是叫人 稍微再做好些 你就可以令上帝满意 就合格了 在圣经里面讲到真正的福音 就是说给人知道 一件事实 就是当到罪咎 令到人觉得自己 都不值得去遥书的时候 当到人觉得自己抵死 甚至用英文讲 将自己write off 将自己一笔勾销 没有希望的时候 上帝对人说 我没有将你write off 我没有将你一笔勾销 你虽然你的过去抹不掉 但是上帝很清楚讲到 你在今天 你在今天可以重新来过 虽然你对你的过去 你不能够完全的抹掉 但是上帝说 你今天可以重新来过 为什么 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他为我们来到写身 用广东话来说 就是说他已经帮助 我们找了一条 我们自己永远没有办法找的数 大家都看我们的拘捷卡 最后一行 就说 If you only pay minimum 你用最少的付款的时候 你会一百零二年才找这条数 通常有一句话在后面 但是耶稣说 当然他不只是说我们的卡数 而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债 耶稣说到 当我们没有办法 来到自己 来到去找到这条数的时候 主耶稣说 已经成了 他已经帮助我们去 将到我们的生命的罪债 来到去还清 这个就是耶稣 向我们介绍的上帝 这个就是基督教 和其他宗教 不同的地方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you more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you less 你唯一可以去做的 你唯一可以去做的 就是向这个上帝 来到他呼求 你向神说 主啊 可怜我 这个罪人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就是这个 就是你唯一可以做 一个也是当日 瑞尼 他去到圣殿的边缘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是他最后的出路 这个是他最后的机会 他没有其他的方法 他就孤注一扎 他去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去求赦免 在讲到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到 是人那份的罪疚 叫人纵然听过福音 但是过不了自己的关 是生命里面的这些罪疚感 叫到人始终 虽然他听过上帝 或者听了福音 但是他觉得自己 不值得遥述 令到人 没有办法 来到经历上帝的 奇异恩典 不过 就是在这个今天 我们看 耶稣 讲法利赛人 和瑞尼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得到 在生命的头脑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新的可能 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 那些不足 那些丑陋 那些破碎 那些破碎的时候 我们就越更加的 更加的知道我们需要的 不是做更多的事 而是我们需要一位 我们可以向他呼求 并且是会帮我们找数 去怜悯 去要输我们的救主 就是在这条挖头路的 进头的时候 当你觉得 一无所有 或者一无所夸的时候 我鼓励你 你尝试将到 你一切都放下 你捉紧的 你捉紧的 就是上帝 今天你来到 Richmond High的地方 可能我们又带着 不同的心情 但如果你觉得 你生命里面 都好像你走了一条 的头路的时候 我鼓励你 你捉紧上帝 我们也都相信 我们反而有机会 经历到 那位慈人恩典的上帝 所以我鼓励你 在捉紧上帝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 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都是 我和刚才差不多 前无去路 去到一个挖头路的时候 究竟他在当中 他在做什么 这个人当然不说名字 你猜是哪一个 故事的主人翁 其实他的前半生 都可以说是平暴清雲 从一个没什么人留意的 学师仔 我叫他做 就成为一个 万人都景仰 很尊敬的一个领袖 你猜是谁呢 很多可能性 不过在他事业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墮入了一段 婚姻以外的三国关系里面 他不单单只和这一位 所谓有夫之妇 发生了关系 对方坏了人 最后很不幸 他将这个女士的丈夫 杀害了 不过天网恢恢 这件事最后被揭发 这个人生命走到一个 他没有想过的挖头路的时候 他写了一段以下的说话 是一个祈祷的说话 你猜是什么呢 神啊 求你按住你的慈爱 连恩待我 照着你丰盛的怜悯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彻底洗剩我的罪业 清除我的罪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 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业 当然了 这篇的祈祷文的作者 并不是我们现在 有一世纪什么大公司的CEO 他正正是圣经里面的 以色列王大位 在诗篇五十一篇的里面 最令到大位的生命 都走进了一个挖头路里面 就是生命他最绝望 最破碎的时候 他向上帝呼求 他没有停在一个罪咎当中 他选择向上帝 来到是去发出哀求 成为了他走出困局 重新经历上帝的第一步 就是在生命的破碎里面 他更加体会上帝是什么上帝 他说到 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 神啊破碎通辉的心 你必不兴寒 诗篇第五十一篇十七节 神啊破碎通辉的心 你必不兴寒 在2017年的七月 你的情况 你生命里面是什么样子 你曾经会不会都相信过 福音的大能 你曾经会不会都经历过 上帝的慈爱 不过你说这一切 都已经是过去式 Past tense 但牧者今天向你发出一个呼吁 神今天去呼召你 回到他的身边 回到十字架的面前 因为当生命走进挖头路的时候 一火破碎痛悔的心 就是走出困局 重新经历上帝的第一步 当生命走进挖头路 一火破碎痛悔的心 就是重新经历上帝的第一步 又或者你 以前听过基督教 不过好像刚才所说的 你都是过不了自己的关 你信不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真的可以帮你的前半生 那些糊涂象 去一笔勾笑 你觉得不可能的 too good 这个福音太好了 不过我不配 但是今天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耶稣基督刚才所说的 这个比喻 你明白 这个福音其实是千真万确 并且这个好消息 不仅是在其他人的里面 你都有份 你都有份 就算你今天只是第一天 踏进这个Richmond High的里面 但是神说 你都可以有份 因为当生命走进挖头路的时候 一火破碎同辉的心 就是那个帮助我们走出困局 重新经历上帝的第一步 所以如果你愿意 一会我们会一起请大家起立 一会我会请你一起 我们用神的话语 来向上帝作出的祈祷 我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祈祷 我有三个呼求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 向上帝去呼求 第一个呼求 我都用回刚才圣经里面所说的说话 神啊 可怜我 这一个罪人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这个会不会是你今天 你来到这一刻的里面 7月16号的时候 这个代表你的心性 你就像那个帅人那样 你不知道下个礼拜是怎样的 不过你来到这个里面 你就向上帝去发出这个呼求 求祂的恩典 第二个呼求 神啊 求祢恩典我 这是大位的祷告 求祢涂抹我的过犯 听完之后 今天你信得过 耶稣基督 祂的十字架 已经为你 找了数 你只需要去接受它 你就能够将你以往生命过去 这些的不同的羞耻 来到去抹掉 这个代不代表你呢 第三个呼求 这个同样是大位 刚才在诗篇里面的呼求 大位说到 神啊 求祢为我做一伙清洁的心 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一伙重新清洁的心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个代不代表 你向上帝的呼求 所以现在我邀请大家先起立 先起立 我给大家有半分钟的时间 你就看回这三句的祷告 你先在心里面 你默默地向上帝呼求 有半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向上帝呼求 我会重复刚才那三个的祷告 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去祈祷 在每一个祷告 我都会有少许空间 给你来到向上帝的祈祷 第一个呼求 神啊 可怜我 可怜我这个罪人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第二个呼求 神啊 求你恩待我 求你 涂抹 我的过犯 主啊 恩待我 求你 涂抹 我的过犯 第三个呼求 神啊 求你为我做一火清洁的心 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求你为我做一火清洁的心 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苏醒我心 福兴我灵 全然让你 更新生命 让我看清 心里污蔑 带我重回 十字架前 Restole my soul Revive my heart Renew my love In every part Reveal to me What sin remains Then lead me to The cross again Restore my soul Restore my soul Revive my heart Renew my life In every blood Reveal to me What sin remains Then lead me to The cross again At the cross I'll find the way To live the life Your hand has made So find me, Lord And help me stay In true surrender With you, my Savior Re-light the fire That burned so strong Reminding me What you have done My one request Is to be changed So lead me to The cross again At the cross I'll find the way To live the life Your hand has made So find me there, Lord And help me stay In true surrender With you, my Savior So find me there, Lord So find me there, Lord In true surrender With you, my Savior I'll find me there, Lord I'll find you I'll find you I'll find you Yes, Lord I'll find me I'll find me If Jesus is a new Lord I'll find me I'll find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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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It's a new lease He'll find me So that's my own This is a new lease To the cross So in the cross It's the Internet I'll find you So in the cross Kit